草屯男仔高唱神曲感性刻画星单曲,亲向软崴妈妈。 混血儿娱乐旗下饶舌团体,911同门草屯男仔推出新作,团圆书语与阿仓向来关注本土,宗教相关议题,创作更是已在地,人行为出发,两人买首创作多时,终于在4月9日推出最新单曲,妈祖。 这回以这位台湾众所皆知超级片后为主题编写,造型上别具巧思,两人花上好几个小时开脸,扮演成千里颜与顺丰尔将军,执行前特别请示妈祖,说明拍摄原因,阿仓表示,这次扮演纯属表演性质,意思就是没有情神,在心情上会比较轻松,没那么严肃,也比较没有禁忌。 不仅是绝尚相当震撼,在作品诠释也更具意义。 这首神曲录制完成后,还没机会到妙语播放给妈祖听,阿仓认为,当歌曲完成的同时,他也就听到了,因为千里颜跟顺丰尔一定早一步帮我们转达给妈祖娘娘了。 特别的是,两人在拍摄单曲封面前一天,特别前往向妈祖禀报,表达会开脸半成不僵,千里颜与顺丰尔,书语兴奋形容,没想到第一个致下去就是圣碑,虽然很紧张,很谢谢妈祖娘娘的许可。 也因为有妈祖家持力挺,让两人对于新歌信心十足,也从中获得启发信仰带给我们正面的力量,尽管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,我们都要努力去执行。 书语是个名副其实八家九,过去从事宗教阵头工作,跳关将手,他回忆当时工作最怕就是化脸,曾经连续工作一个礼拜,每天脸上得反复上妆,卸妆,马上再化准备迎接隔天清晨妙事,等于都是化住脸。 卸妆在睡觉,但是以前面七言调没那么好,没有舒适度可言,从那时候怕到现在,哭笑说,现在连洗完连抹保养品,都还有当时那种悟性感存在。 即便如此,强调是还是喜欢从事这件事情。 两人对于宗教深具热忱,14日将参与2018大假妈族绕境活动,展开长达九天八夜的马拉松行程,沿途并赠送这首歌单曲EP,为储备良好体力,两人执行规律到睡早起,起床后就到操场晨了。 幽默,幽默表示,不怕中暑,但防晨是一定要,只怕皮不蹬紧,无法走完全程。 更彻底贯彻建议已是对神明的尊敬,届时将完真的身体力行完成这场宗教盛事。 生活体育对于草屯南载最为重要,妈族,传递浓浓宗教氛围,再度练并专属草屯音乐风格,事前得做足相关历史,点部功课,歌词则唱道。 你亲向圆外妈妈,如如图困难提醒住我,天上圣母降临来,神兵火急如律令,把妈祖慈悲,柔情感性刻画,带给信徒力量,劝人为善给发扬,谈及创作灵感。 书录表示,灵感来自母亲两个字,从小我们就拜妈祖娘娘长大,一直到现在长大成人了,仿佛感觉她一直在身边保佑着我们。 诉求慈悲伪怀,阿苍有感说时常怀一颗感恩的心,尽最大的能力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,是比受更有福。